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说的就是肝胃不合和肝育皮区或者叫肝皮不调的 那么这些地方他们都有一些病基上概念上临床表现上都有相同的 但是有些地方不同的一些症状注意把它鉴别 临床上辨证要非常的准确一些 这是丈夫见证的一些内容应该注意复习把握的 再往下就其他的一些辨证方法简要的进行了一些介绍 首先提到了六经辨证的第一个太阳病中间的太阳经症 主要注意是外感风寒中间以风为主的叫太阳重风症 以寒为主的太阳伤寒症 注意他们都是在太阳病 都是属于在基表的表证的这种范围 但是一个有汉一个无汉一个脉弗菌一个脉弗缓 把它鉴别开 这是主要的一些上次的一些内容了 再往下接着下面讨论的太阳病里边206页 是吧太阳辅证 那么所谓太阳辅证的话呢 就说这个要涉及到这个六辅的 因为太阳的话呢就指的足太阳盘光经 经络叫盘光经 联系的脏腑来说就是盘光腑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外感邪气进一步进犯里边 除了影响到这个经 它的一些气化功能异常而外 要影响到它相应的腑的脏腑功能 所以这一类的病症呢 称作为太阳腑病 太阳腑病 这是它的基本概念 基本含义 那么在三含论里边当然都说是六经辨证中间的太阳病的范围 这是第一个 它的基本含义 要涉及到这个太阳腑的 谭光腑的这个生理功能的一些异常 表现的形式上来说的话呢 有这么两个了 所谓太阳蓄水症和太阳蓄血症 那么这个由于太阳的这个逐太阳盘光筋 我们说与脏腑相连的是盘光腑 所以蓄水症难稍微容易理解 也就是说因为盘光主要是促长这个尿液 在肾的气化作用下排除尿液的一个器官 所以它的功能失常了 会影响到小便 进而一步能就影响到水液的一些代谢 所以盘光细水症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水液代谢失常了 水液停留在盘光腑所引发的一些病症 这样所以它在临床表现上 又要符合太阳病的这个范围 那么太阳病有说到的话呢 属于表所以有物含发弱这些了 但是要影响到盘光这个排泄尿液的 尿液的这个功能的失常 所以主要要引起的 药液粗在盘光里边 所以小腹渍满小便独立 所以它最关键的话呢 就是说影响到水液小便的这个代谢异常 所以它的小便是不通畅 排除有些不畅困难 这个排除有障碍的一些问题 那么水液停留太多了 里边的水液停留太多 要说饮水下去 好像同样的东西更多了 又有个排斥 所以所谓的水入济土 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种特点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是所谓的盘光细水症 那么所以和盘光细血症的差别呢就在于 它主要是这个地方的盘光细血症呢 就是说按太阳病辨证六经辨证 它说是太阳病是吧 那么太阳与脏腑相关呢 用到的这个是盘光 但这个地方呢就不一定非得是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解剖意义上的这个盘光的器官 那么有可能与下胶是吧 这个都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中间影响到了血液运行的一些异常的 那么所引起的相应的一些临床表现的病症 那么就通通称作为所谓的盘光细血症 不一定就是说完全只是这个血液 大量的都一字停留在盘光里边 这个是我们说 因为古代它的这个名词方面来说 不要完全直接的用一个解剖那种观点去完全理解它 那么这一类的病症 就说要影响到下胶的一些血液运行 所以它同样有一些淤血的停留了 所以它也有小腹的一些藏难 硬难 这个人在三寒论的原话里边写的是这个字 这个就是印字 古代的印字古今字就是印 特别不要随便看一下就读这个少福编 这个就不好理解了 这是古字中间的是这样写的 现在我们教材已经直接用了今天的百话文的这个印字 所以它和那个蓄水症都是一样的 少福小腹的话呢有些藏难硬难 那么差别就在于它主要是影响到血液代谢 血液的运行 水液代谢方面就影响不大 所以它小便还能排出 小便致力 小便致力 而蓄水症就小便不利 所以甚至于我们说这儿的话呢 这个盘光蓄血有包括了下胶的一些蓄血 所以它是这个大便这个颜色黑了 是吧 所以它有可能是下胶的下直肠的 现在说解剖的这些问题里边有 所以排除了大便里边有出血变黑了 是吧 不一定只是想你说解剖意义上 这个盘光蓄血怎么影响到大便呢 是吧 这个就 所以我们以前它古代是没有非常直接的解剖这种观点 知道就在下胶的一些血液运行方面的 全部放在这儿了 就盘光 腐症 中间的细血症 血液愈至日久可以愈而化热的 这一类进而一步的引起这么一些发狂 这些表现 所以在这儿呢 你就说细水症细血症 在这个地方 都是在伤寒论里边 在太阳病里边讲的 那么太阳病所以后世就把它这么划分为太阳的 与这个就是说与下胶的脏腐有关的 分别叫太阳腐症 又分了这个细血细 细水症 这是大致作为太阳病的一些最基本的 了解的一些基本的 当然太阳病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病症 那个就以后大家三寒论专门去学习了 这是一个了解最典型的几个症候了 所以这一类的病症 它就不完全是说用那些麻黄汤 柜子汤 这些完全是结表的 虽然它在太阳病大致上属于 太阳属表的范围 这一类的所以就要说它涉及到 这是第一大类 所谓的太阳病的简单的情况 第二的一个阳明病 那么在六经辩证里边呢 就说太阳属表 那么再往下来 阳明病呢就属于理症了 那么外感的邪气呢 主要三寒论说的这六经辩证是变风寒的 主要是风寒 那么入理了之后的话呢 也就容易化热了 所以到阳明病呢 它是理时热症的 按照八纲辩证来算 它就算理症的 性质上来说就是时热症的 时热症的 所以在这儿呢 是阳明病的基本性质 按后世八纲就算一种理时热症的 涉及的丈夫来说呢 那么这个阳明是守阳明 大厂 足阳明 胃 所以这个时热 就主要是在胃肠的时热 所以与丈夫相关的就是胃肠时热 在三寒论称它为是叫阳明病 阳明病 那么这个时候阳明病下面的疾病的种类 最典型的一些症状来看呢 又划分为也是金症和辅症两大类 是吧 那么这个金症 就说完全这个意思就说 从八纲变症就是一种理时热症的 是吧 就是理时热症 因为这个热血是弥漫全身的 面色又红刺 全身又高热 热血逼迫金叶外泄就大汗出 汗出了就三号金叶 所以也就口干口渴需要隐忍 是吧 热血破血 那么加速血循环了 脉管就充斥就宏大 是吧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说完全从八纲变症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应该是理时热症的 是吧 看起来这个热的话呢 全身上下都有密漫了 所以呢 他就称作为在六经变症呢 就把它称为金症 因为金 金落是要循行全身上下内外的 是吧 所以这一类呢 就称它为叫金症的 也就是一种典型的理时热症 在我们前面讲问汗 是吧 发热 那说的叫什么热 壮热 是吧 那个叫壮热 我们说壮热要伴随四大症 是吧 那么问汗的时候就说的是大汗 是理时热症 问口渴的时候说的大可婴能 口渴欲 口渴多瘾 是理时热症 是吧 所以在脉象说的红脉 全部都放在一块了 这个就是阳明金症 所以我们说在前面提到李时热症 四大症的时候 我们顺带都说过 大家学中药说的 这个时候要用一个什么中药方济来治疗 石膏 甲子母的 还有金米甘草的叫做什么 白虎汤 这就是来源于这个三寒论的阳明病 里边说的白虎汤 是吧 所以就说这就知道他的理论的渊源源头上是怎么来的 这是阳明金症 那么再有一个下面说的这个阳明府症 也是我们在其他前面的其他一些章节提到了 这个时候的府就说要涉及到阳明的经络所联系的相应的府了 守阳明大长府 是吧 那么在三寒论的原话里边呢 他都说是阳明胃弱 赤胜了 叫阳明病胃加食 胃就是指的脾胃这个胃 家就是家庭的家 食就是食症的食了 胃加食 就这有热血 主治在胃肠了 主治的这是食症 那么这一主治了大便排除就困难了 是吧 所以他最主要的这个症状特点与金症差别大的地方就是腹胀便秘了 要引起便秘了 这个时候他的发热也是热是比较高的和阳明金症的那种状弱有所不同了 就他发热 弱是最高的时候 是在日辅这个时间的 知道 所以我们讲朝若说的叫日辅朝若了 说日辅朝若的时候就说了 这是阳明辅实证 知道阳明辅实证 若解阳明 所以这就是他这也是说这个说法 阳明朝若日辅朝若怎么来的 他的这个理论的源头上就是这 三寒论里边在阳明病里边讲的阳明辅证 知道 顺带上次我们也说到这的时候就说了 这个治疗也是你们学中药 说到的就要用什么了 用大黄辅寒攻下的大臣其汤 也就是来源于这个三寒论的 所以这就是阳明病里边最典型的两大类的症状 两个大的阵型 当然其他的一些具体的 我们说还是三寒论里面还会说到 阳明病还有许多许多的一些阵型 治法方要 所以这注意的是金正主要是四大正的特点 辅正主要是便利日辅朝若的特点 那么这个如果按我们的战辅辩证前面才讲了一个战辅辩证 实际上也就叫什么名字 战辅辩辩证 那战辅辩证后面就加了一个战辅辩证 知道是长到有弱就接字了 所以六辅的大战辅就主制的实证 知道所以战辅辩证战辅辩证用了这个名词 从来源上就是六经里边说的阳明辩证 这是第二的一大类 第三那么再往下的邵阳病 教材再翻过来208页了 具体的内容在208页 那么邵阳病症的话呢 它的概念上来说与前面两个不同的地方呢 就最主要说的 邵阳的话呢叫书基 是在表里之间 如果按半这个八纲辩证来说 就是半表半理症 只说在三寒论里边说 这个是叫邵阳症 后面的这个住家在住解他 那么就说这个是表里之间的了 因为阳明在前 说阳明兵群形主要在腹部在前 腹为阴 太阳主要群形在背部 背为阳 邵阳群形在哪里 在两侧 所以就形成了表里之间 半表半理 他就取这个意了 后面是表 前面是阴 背为阳 辅为阴 所以在这是表里之间的 就取这个意了 所以这个邵阳病 他就把它起名 用来做半表半理症的一种 在六经辩证那会儿 还没有半表半理这个概念 所以他叫邵阳症 今天我们看来就可以理解 他这是邪阵在 离开太阳之表 又还没有完全入理的 这个太阳 就要半表半理症 所以说到是半表半理症 我们前面讲过很多地方了 最容易想到 它的主要表现特点该是什么了 寒肉往来 所以最主要就说到寒肉往来了 因为太阳病是物寒发肉 入理的 或者是理食热症 就淡肉不寒的 壮肉高肉 或者完全入于三阴经的 那就是理须寒症的 那就是未寒之冷的那些的 而在邵阳就是 既不完全是寒也不完全是弱 一会儿寒一会儿弱的 寒肉往来 寒肉往来 所以最主要是这个 其他就给邵阳经 邵阳府有关系了 邵阳经若寻行在两侧 所以凶血血乐 脏满疼痛 是吧 邵阳与相关的 丈夫上是胆 逐邵阳胆 胆治要帮助消化的 所以他出现了一些 消化功能障碍的 在三寒论里边 又是写的前面这两个字 三寒论的原书 写的是这两个字 我们现在的书籍上 就直接用了白话文 今天的这个说法 所以这两个字 在念的时候 就要直接念着 默默不予饮食 古代的字 古今字 这个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看见 三寒论的时候 直接去念一下 嘿嘿 不予饮食 不要这么念了 直接就是默默不予饮食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 意思也就是说 主要是不予食 食欲降低 腊呆 但是呢 一般说到腊呆 那个名词呢 就很容易想到 是皮的什么病 所以他用了这个 还是不想吃 食欲降低了 甚至于心 不需要 胃气上溢了 所以他要影响到消化 消化 口苦也是胆治外溢了 只要烟肝目悬 也是说 少阳胆经上达头部之后 要从这个上来 咽喉上来 循行在两侧 所以就影响到这些区域 就烟肝目悬 所以这是少阳经的一些病症 少阳经的一些病症 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临床表现特点 主要是前面提到的 如果说学中药里边会提到的 就主要要用的是柴虎会提到 然后就说了小柴虎汤 说小柴虎汤 所以半表半理症里边 最典型的半表半理症的来源 就是少阳症小柴虎汤症 以后再说其他的一些学科 也有提到在表里之间的寒热往来 那科说的略极 所以以后大家再学温病 温病一样也有一个表里之间的一些病症 半表半理 知道 但是他就可能用其他的名词了 其他的名词 因为由外而入的病 总是在表半表半理入理 总是这样逐渐往里边传 知道 所以其他又有其他学科的一些提法 那么在三寒六经辨症 就称它为少阳病 就这么一些基本概念 这是第三阳经的三个病症 太阳 阳明 少阳 三阴经的病症 那么最早说太阴 太阴病 那么我们说 那么太阴病 当然也都是完全是属于理症的范围了 因为表为阳 是不是 理属阴 所以三阴病的病症 按表理来说全部都是理症的 其中 那么太阴病症中就这个理人 主要是理须寒症 因为我们说太阴射击的战斧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本来应该有肺位 是手太阴肺 足太阴皮 是吧 但是肺是肺和皮毛的 那么皮毛那一类的病症 在六经辨症里边就叫什么了 叫太阳病 用的是太阳病的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 这个经络 这个太阴就不是与太阴肺发生关联了 就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足太阴皮了 所以足太阴皮在里 然后含血入里就容易伤阳 所以损伤了皮的阳气 变成了理须寒症 知道 也就是说从路过丈夫辩症来说 也就是说主要是比皮的阳气虚弱 脾气虚脾阳虚这些阵型 关系最大的了 在六经辩症称它为太阴病 知道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这是太阴病症的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皮不运化了 导致寒湿内深了 是吧 运化水湿停留了 所以你看太阴病症的临床表现教材所提到的 是吧 这些太阴病症的临床表现208页所提到的这些症状 你看 它是三环论的原话这么写 腹满而土 持不下 伺自痛 智力益胜 当你把这些换成今天的一些白化纹 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一些腹满 我们前面说皮的阳气虚弱有腹脏腹痛 是吧 这说腹满腹脏 是吧 不想吃 是吧 那么吃 吃不下 我们说的这些腊呆 腊澡 是吧 有这些表现 影响到皮的阳气虚弱不能运化了 可以出现变痰 主要 今天这个皮阳虚这些就说变痰 这说食腹自痛 智力下力 要腹下 要腹泻了 主要 要腹泻了 所以从现在我们的脏腹辩证说 要辩证脾气虚 皮阳虚 就是这些腹脏腹痛 腊呆变痰 主要 在三寒论的原话用的是这么一些 这么一些话 意思就都是主要是 这个太阴就主要说就是影响到皮的 而不是守太阴肺 是吧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这是太阴病症的基本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温补皮的阳气的这么一些 李中汤呢 这些都是来源于三寒 是吧 这个方都是来源于这个太阴病症的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太阴病症 主要与脏腹关联的皮的阳气 皮肉一类的 注意这个病症去理解它 这是太阴病症 太阴病症 在书上提的其他的一些症状里边 是吧 我们就说这几个症状最为重要 作为辩证太阴病症的辩证的一种肛理 这是第四的 第五的这个少阴病症 再往下 少阴病症 那么少阴病症的话呢 影响到的 经络所联系的丈夫来说 主要与哪些有关呢 守少阴心 足少阴肾 少阴病与肾的关系 最密切 按六经辩证里边能说到的绝大部分少阴病症里边能与肾 关系最密切 其中当然也有涉及到 如果从今天的这个丈夫的来看的话能说涉及到新的 那么在当初的六经辩证那会儿呢 那就说少阴病呢 是在说这个六经辩证里边就比较靠后了 因为太阴再往下少阴 那么直接说涉及到 如果只说涉及到丈夫里边 足少阴 这个肾是最主要的 那么肾的话呢 从生理功能来看 肾 我们反复强调 肾是肾阴肾阳 随火同宅 所以到了后期的这个疾病 到后期损伤于肾 损伤肾阳是最直接的 因为毕竟伤寒论六经辩证 变伤寒 寒血容易伤阳 所以导致肾阳区一类的病症 是这个少阴病里边最多的 以后伤寒论讲的说的最多 但是毕竟我们说 肾阴 与肾阳同居一宅了 所以这个时候损伤到肾阴 而导致阴虚火旺的人也出现了 只能说在伤寒论里边 在这部分讨论的要少一点 不像瘟病到后期 那就热意伤阴 导致肝肾阴亏的可能性就更大 是吧 所以照然在少阴病里边 可能涉及的丈夫与心肾有关 那么导致的虚损呢 主要就阴阳两方面都有了 整个伤寒六经辩证 伤阳的居多一些 这样呢在少阴病里边 后世就把它分作为 所谓的少阴寒化症 和少阴热化症 就这个意思了 寒化症是最常见的 或者说也就是说 到了伤寒的后期 损伤了肾阳 或者涉及到新阳 新肾阳虚 但今天的丈夫辩证 可能就主要是 新肾阳虚一类的病症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他主要就是 新肾阳虚则寒 出现一些寒症的症状 所以把它称作为少阴寒化症 那么阳虚了 首先不能温 不能整份的 阳主动 不能整份不想动 现在来说就是一个什么 我们如果前面讲问诊 说不想动了 老想睡觉 叫做什么 死睡 死睡 在这儿呢 他用的这个就是这个 在三寒论的原话里边 用了一个 但欲昧 少阴之为病 但欲昧 少阴为病呢 就老想睡 叫但欲昧 这个我们说是前面讲 四岁说到最主要一条 新肾阳虚 在三寒六经辩证说的 少阴的这个寒化症 其他的阳气不能温序了 只有怕冷 甚至于四肢绝冷 那么甚至于阳气要到衰竭衰微 就要卖微细了 阳气不能温序了 可能不能火不生土 会影响到皮的消化 消化影响了就可以腹泻了 下粒的完全基本不能消化的 下粒轻骨 就这一类的了 所以这几个症状在寒化症里边 但欲泪 是他最基本的一个特点 而与他相反 那么如果伤阴了 阴虚就可能火旺 火旺捣乱心神就怎么样 就失眠不想睡了 所以反过来的少阴热化症 就是心烦不得悟了 所以要说他是少阴病 要损伤影响到心肾 在概念上简单说了 是伤及心肾 就是特别是像热化症 知道 那么他就可以 因为心烦心济失眠 我们从丈夫辩证的定位 一定说他是心的病 知道 心的病 那么在伤寒论那会儿 他全部都说 在少阴病里边提到的 知道 所以这个是不是和我们 如果按丈夫辩证后世 刚前面我们才学的 一个丈夫辩证里边 哪个阵型和这儿 就非常相似了 以心济心烦不得悟的 口罩烟干手红 有阴虚而导致的 是吧 心阴虚 但是要涉及到少阴圣 那应该是哪个更准确 心圣不交 需要心圣不交正 所以他这儿就与这个有一定关系了 所以在复习的时候都可以结合起来看 结合起来看 自法方药临床 他都是可以借鉴采用的 需要采用的 只是说 这个地方是伤寒六经辩证的名称 像说少阴病算是阴虚火旺的一种虚热扰乱 所以有了热 向来就说是少阴热化症 热化症 脉细塑这些我们都说是阴虚的典型的特点 所以这是所谓的少阴病最典型的这么两大类 这么两大类的这个特点 最后的这个绝阴病 绝阴病 并在病症的在六经辩证来看 放在最后一个层次了 那么他就是在六经辩证的一个后期的这个阶段 那么他的临床表现这个症型病肌的特点 概念上病肌上最关键要加抓住的 教材上说了这个是叫寒热交错交错了 也说从八刚辩证就是一种寒热挫扎的阵型 因为他到了六经的最后期了之后的话呢 因为六经的辩证呢 在以前的那个理论体系里边 六经的话呢 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 循环往复的 阴在里出表了就为阳了 六经绝阴走完了 最后又会出阳到太阳了 所以在这儿呢 出来又可能又变为出现一些热的一些现象 这样就所谓的形成了这个寒热挫扎 寒热挫扎 那么这个寒热挫扎里边 最主要的 因为寒热挫扎我们在前面八刚辩证学到 寒热挫扎有很多种方式 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绝阴病的寒热挫扎是一种什么具体的方式 就注意了 就是一个上热下寒 所以我们在这儿把定义清楚一点 就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的寒热挫扎不是表寒里热 也不是表热里寒 也不是下热上寒 那是指的上热下寒 就这一个就说把它界定清楚了 这样再看它下面的临床表现 绝阴病里边的消渴 气善冲心 心中疼弱 就指的是上热的症状 这个地方的消渴 就是口干 郁饮 消水 它这个口渴了 要大量要喝水的这个消渴 不是后世内科杂病里边说的消渴病 不是包括了上中下三消的那个消渴病 它说的是一个症状 就是口渴欲 要大量喝水就消耗这个水了 叫消渴 所以在这儿 它是口干上面的热的症状 心中繁弱 这个是上面的热 有热的症状 这个就是一种上热 而下面的肌不欲食 食则吐回 这个地方是说的不想吃的 就是说意识 这个地方就说是不想吃 它和我们内 后世在前面讲问诊 后世内科里边说 那个肌不欲食 是定义在胃阴虚 那个症状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说那个意思 因为这是三韩论的原话这么写的 其实它就是要说的 就是不想吃 吃不下 然后吃下去了 甚至于就可以吐回 这个我们就说 它这个是胃 肠 这个有寒 知道 凝滞了 那么这样的话 脾胃消化功能降低了 所以不想吃 一吃下去 产生的这个热量 蛔虫也动起来了 甚至于谁的食道就出来了 叫食则吐回 它这两个症状就是用来说 下寒相对于这个上胶心 这些地方的心中的疼肉 那么胃 脾胃这个寒 下面这个就是下寒的 这就是下寒 所以它这个绝因病 主要就说的这么一个 上肉下寒的一种寒肉挫杂 这几个典型的症状 用来诊断它的 这几个典型症状 就是这么划分的 一部分是上弱的 这两个症状是下寒的 下寒的 所以这是这个绝因病的 绝因病的一种 简单的临床表现 最典型的一个特点 知道这么一种就行了 大概六经辨证 简略的介绍 六大经的 最典型的那个症状 这么一些重要的诊断要点 稍微的了解一下 对我们前面很多章节学到 提到了这么一些名词 你知道它这个理论的一种来源 与这三寒六经辨证最有关联的 最有关联的 这是阵型上 六经辨证里边的第一个大的问题 关于它的病症 六大类 第二的话呢 就说外感病的辨证 就总之特别是外感病的辨证 就特别强调 外感邪气总是有表如理 知道 那么这就有一个传变的问题 怎么在 在表的时候 怎么学去 逐渐向你传 这些传道的一种方式 疾病的性质 就在发生变化 简称 这个就是一个传变 是吧 所以我们所有的六经辨证 这个外感病的辨证 下面再说的 胃禽血三交辨证 都要讲一个传变的基本规律 外感病它不可能永远再表 知道 所以这就有一个传变规律 那么六经辨证的传变规律的形式上 说了这么四种 赵章都提到了这么四种典型的传经 传变论论里面提到了 这个传经的话 也就是说是由最规范的 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 有表 入理 一条经 一条经的传 太阳 阳明 邵阳 三阳经传完了 再传三阴 太阴 邵阴 绝阴 那么这么一种传 只能说在这个传的具体方式上 教材上传经下来 第二的一段 都又进一步说了 按现在进一步划分它 看它完全是这样 刚才说的三阴三阳的一个顺序 传完 那就寻经 一层一层的进去 知道 有的时候 病情可能跳一下了 知道 他就可能说 月经传 中间没有说太阳到阳明 知道 太阳之阶太阴了 太阳之阶到邵阴了 因为太阳病在哪里 表 从丈夫来说 盘光 关联最大 而邵阴呢 肾 肾和盘光同居下交 与小便排除有关 所以在这 他可能盘光 直接到肾那去了 知道 所以他这就有可能叫 从太阳到邵阴了 月经 跳过去了 知道 就这个月经传 而且太阳和盘光是 盘光如果从丈夫来说 正好是相表里的 知道 所以也可以说这个表里传 他就有这么一些 具体的这么一些方式 反正这个呢 就说有表 逐渐加 入理加重的这种方式 知道 这个是叫 传经 最典型 最简单 那么其他的有可能 就说这个 那么 有些 不经过 特别是说 三阳 相对于阳在表 阴在理了 是吧 没有经过 他直接入理了 这一类的叫 执重 是吧 从六经辨证 就说 直接进入三阴 三阴 是吧 那么就 执重 执重 从六经辨证 最早这个 执重这么来了 当然我们现在 后世用执重 把它用的更为 扩大一点了 这个 一些 这个概念上面 更为扩大一点 在六经辨证 里边说是 支入三阴经的 三阴经 我们现在 可能说 风寒 执重 未尝了 这个也在用执重 知道 也在用执重了 但是如果按六经辨证 你说在胃肠的话呢 那胃肠还是阳明病 知道 这个就还在 三阳经的范围里边 知道 他在六经辨证 规定的说 是 支重三阴 支重三阴 这是 支重 从概念上 比较容易理解的 知道 然后就是 第三的这种 合并 和下面 第四的那个 病 病怎么区别了 合并 并并 一看这个名词 合在一块了 两条经 三条经 合在一块 并并 肯定也得两条经 并在一块 才能叫并啊 可能就主要是这 合并 说的是同时为并 一来你这看并 就既有太阳病 那些物寒发弱 又有阳明病的那些 比如说高弱 或者是这个便秘 太阳阳明合并 同时来了 说 而并并就说的是 先看见他出现 太阳的物寒发热 说 这些 头身疼痛 这些是太阳病的表证 通过节表制了几天 没字好 反而又出现了 其他的一些 少阳病 或者太阴病 或者什么症 说 这个时候就说 他是有个先后 分析的 因为他写的是 一惊未罢 原来有这么一惊的病症 以后再出现了 另外一个惊的病症 这样呢 就叫病病 所以如果我们 简单一点记忆 就是说病病 这有一个先后的问题 虽然也是两条惊 发生病变了 但是有个先后问题 而合并呢 就说的是同时出现 差别就主要在这 主要在这 那么这些就是 传遍的一种方式 传遍的一种方式 在六经辩证 一共提到了这么几种 这些和我们前面 八章辩证里边说的 这些概念不要混淆了 你说合并并并 按八章辩证 可以说说什么 相间 可能相间 可能甚至于是措杂 你既有太阳 又有阳明 既有表 又有理 知道 那就可能 但是那个是八章用的名词 相间措杂 再是六经辩证用的名词 合并并并 传经执重 知道 就是说把这个理论体系 把它划分开 个是个的 就行了 这是六经辩证 介绍这么一些 好 我们休息一下